这是我的早餐 牛肉姿势汉堡 煎了个蛋 大点果汁 生菜 拌点沙拉 要不然太腻了 我今天早上特别想吃煎蛋 不知道为什么 搅拌一下我就开吃了 自己拌的沙拉比外面的好吃 又脆又甜 大家好 我是盈盈 我今天早上被人无缘无故追尾了 当时大家伙都在等红绿灯 我也在等着 我就听着音乐好放松 心情贼爽的在那等红绿灯 然后后面就这么一下子 我回头一看是个女的 而且他一点歉意都没有 我真不知道这眼睛咋看的 人咋想的 都等红绿灯的 前面一排一排等红绿灯 他居然给我追尾了 早上遇事不顺 一天醒醒都不好 今天也不打算拍视频了 这本来真的要捡垃圾去的 其实捡垃圾 它是把废的东西能够利用起来 相当于废物利用 我心在心还堵得慌了 还气得慌了 最主要是那个女的一点气都没有 真受不了 我当时我就瞪了他一眼 我也没说别的 先办事了 到有空再拍视频 我会争取 我也会见利的 不是别的 独家就倒计时这么几天了 不好好珍惜 以后钱都赚不着了 小钱都赚不着了 再加上更新视频 网友每天都看 他有一个年性 那几天不更新了也不太好 我会尽力而为的 但是我得出去办点事了 每天早上6点多钟起床 晚上8点多钟睡觉 精气神养的足足的 白天一天时间的 不闲的 挺好也挺有意义的 我出去了穿鞋出去办事 出去办事了 开这个车主要是66车 好像时间不开也不行 这里面全是灰尘 我带着一个湿的抹布 一会儿就给它插一插 有福灰 就是东奔西跑的 也没看忙吃了啥 日复一日的都习惯了 不过也很开心 就有的时候会在外面碰到 小馆子小餐馆 菜还不算太贵 但是炒的挺好吃的 吃的挺放松 挺享受的很满足 喝点冰冰凉凉的东西 挺舒服的 我这人我说的没什么太大的爱好 只要累的时候吃点好东西 一下子就放松了 就加点出息 比起以往在外面出行玩 现在会增加很多 横穿马路 横穿隔离带 吓一跳 这有些人真的不知道怎么想 隔离带 他也穿多危险 刚刚加了点油 现在可以免费洗车了 现在油价上涨了 8块多钱了 我买车以来第一次洗 第一次正儿八经的正人规规的洗车 像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 像旋风一样的来了 这车相当于去了一趟东北大早肠子 搓澡 外面也插在里面也插着 里面插着这个浮灰 是针肠子还是有浮灰的 哎呀里里外外 弄得干净吧 夏天开车老遭罪了 车里面全是热的 要是空调不开的话 把车熄火了 现在开始烘干了 这玻璃都明亮了 感觉终于见天了 我把后座插着 特地带了一个湿的抹布 时间长了 就不用车 它也是脏 只要你开过窗子 就会有灰尘 有时间再把脚垫洗了 我这车子其实不用竹炭 这竹炭都没开封了 因为没味道 不是吹牛真的 真没味道 什么东西 啥时候放了 实习 这里面都净灰了 要有那种一尘不染的感觉 就你碰哪 都不会脏了手脏了衣服 那才行 我后面还放了个垫子 没给你们拍 特地买了一个后备箱的垫子 怕弄脏了 花了一百多块钱 要是车子里面放什么东西 省得把车子挂上 好嘞 洗车的时候这地方没洗到 给它插的 洗车的人洗个大概 这地方还脏 什么手片 把手下面插一插 行了 溜车完毕 人这是心理作用 就感觉车子洗完之后 像人洗完澡之后 开车都轻飘飘的感觉 上海34度 只要一会儿不开空调 看看我小点充分